因为我们要调到这个SendModel,我们这个也要给写了,也要给实现,对吧? 怎么写呢? 这个应该是首先要有一个实体类,ModelUser,然后Nue出来。 这下边就是一连串的设置了,这个代码比较简单,我就直接也复制过来用了。 这个设置是什么呢?就说白了就是这个设置吧,对不对?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先把它粘进去。 然后这里边,一些地方要给它改正确,咱们这些都是小写。 自动生成的是小写。 说错了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indModel是怎么写的呀? 就是你有一个实体类,然后这些都还记得吧? 这是游标,我们把这游标也得重移名一下吧。 Rename,然后P,我看一下。 获取游标里边,获取一个getInt,对不对? 获取一个数值。 咱们UserID是Int类型的嘛,对吧? 要获取。 然后这个是获取某一列的索引, 根据列名获取该列的索引,对不对? 获取索引之后,你就可以获取这个索引里边的值,把它转换成Int,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咱们这个是UserName了吧,对不对? getStream,是吧? 然后这个呢,日期也把它当成一个Stream类型的对待,对不对? 弄过来之后,你要把Stream类型转化成一个Data类型。 这时候我们又用到了咱们这个工具类了吧,日期操作类了吧,是吧? GateData,这个是什么一个作用呢? 就是把一个Stream字符串按照你指定的这个字符,格式化字符, 格式化成一个日期,对吧? 咱们让它格式化成什么呀? 就是年月日,小时分秒,对吧? 格式化之后,得出来一个日期,然后把它给复制,对吧? 这个就是设置状态,这个很简单,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增,删,改,查,还有键表,对吧? 已经有了吧? 这个修改我们现在用不着,然后参数也封装进去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获取这个,一个单个的实体类,我们不封装在这里,因为我们这里边封装的都是这种比较基本的操作,你获取单个的实体类,其实就是也是利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完成吧,对不对? 只不过它返回来,是一个list的这个类型,你把它的游标,你把它锁引制成零号位,得到第一个,因为它只可能有一个嘛,对不对? 你根据UZID查,只会查到一个,我们把这个方法待会封装到业务层就可以了,对吧? 这里边就这么多基本的方法就可以在,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我们这里边呢,还少做了一下,少做了一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记不记得我这程序我在打开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类别,哦,这里边显示还点不正常,就没事,这类别不是什么买菜啊,购物啊,交通, 什么早餐,中餐,晚餐,对不对?我这是在键表的时候都把数据给键进去了吧,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是有,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你键表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是空数据,有些默认数据像咱们这个类别间管理,咱们把一些默认的类别给键进去之后,就不用客户一开始还要维护类别了,对不对?这些基础类别咱们都给它,默认就填到数据库里,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就需要一个什么呀? 就需要一个 签查默认数据的这么一个方法,对不对?如果我们有,有这一项的话,我们要多写一个这个方法,我们就把它写到这儿算了,对吧?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因为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里边初始化的时候,初始化两个人,张三里四,对吧?咱们把这个给初始化进来 这是私有方法啊,不好意思,然后就初始化,因此默认值,是吧?默认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一个参数 要把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对象也给它传进来 好,看一下,直接 它直接在这里边敲吧 Q,L,I,T,E,D,R,这儿出来了 然后,P,Database,就可以了,对吧? 对吧? 初始化值呢? 我们初始化值肯定其实就是咱们的插入数据的一个操作吧,对不对? 我们要使用一个实体类出来 我们要插入的这个数据 我们这个要插入的数据呢 是,我是放到这个一个数组里边了 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时 你插入的默认数据 你添加和修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对不对? 所以我直接把它给 哦,应该这个里边已经有了 我们去看一下 直接获取资源就可以了 把它打开 插入一个张三里四就可以了吧 默认数据 有点内蒙,是不是? 我们就获取这个资源就可以了吧 对吧? 我们在这里边接着写 怎么获取资源呢? 那个是个新的数据,对不对? 那个是个新的数据,对不对? 然后就叫 get content get content 对吧? 通常到抽象类里边的get content 或许上下文 还跟以前一样 获取资源 获取数组 把这个资源ID传进去,对吧? 他们那个叫这个吧 对吧 in the filter 设计 有点内蒙 是吧 得到了之后呢 那 我们要 便利 便利 这个数据 便利这个数据 把这个 值 set name 给它设置进去 其他的不用设嘛 对吧 其他的 比如说像属性 像什么 像什么状态啊 UZID这都是默认值 包括生成日期 默认的日 你只要new的时候 就生成了嘛 对吧 我许他的这个值 所以 把它设置进来 啊 不是get 然后 这时候 咱们还是用这个吧 content views吧 对吧 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单独给它提成一个方法了吧 你很多地方都要用 现在你又用到它了 你不提出来 你难道要 每次都把这个代码给 Ctrl C Ctrl V 烤贝一遍吗 对不对 尤其是像数据库 像数据库表这么容易改 你改个字段 你每个还要再去改一遍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 当你发现某些东西 你在重复的Ctrl C Ctrl V的时候 就要 做这种重复操作的时候 就要考虑把它给 提取出来 提成一个方法 或者是封装到一个类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的复用啊 不用性才更好 而且 修改起来也不会那么复杂了 对吧 然后呢 插入就可以了吧 对吧 嗯 嗯 咱们这里边应该是 还是 get database 点 insert 哦 不对 应该是它传递来的这个类型 不是get that 因为这个东西到时候是要动态掉用的 好 这个怎么移到这个方法了 应该是传递来这个database类型哦 因为这个方法是要回头用反射的方式就要用的 然后这个T恤就是 我觉得还是复制过来吧 这个参数要大量的使用 这个还是浪质 这个的话还是它 对吧 这个初始化过程值就有了吧 但这方法要有个地方调用 是不是 在哪儿初始化啊 嗯 肯定是 肯定是 表创建之后 初始化数据吧 对不对 放到哪儿合适哦 肯定是 uncreate吧 对不对 在表建立完成之后 是吧 初始化数据 不要用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同时把它传进来的这个 database直接传进去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 啊 一个底层的 saculate DAL 这个数据库操作层就写好了吧 对不对 增 删 改查 创建表 是不是 初始化数据这些方法都有了吧 对吧 呃 咱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回来继续 好吧 好我们继续 现在我们的这个 saculate DAL 这层已经封传好了吧 对吧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我们这个saculate saculate DAL 这是个数据库操作层 对吧 它不能 让它直接 用于这个 放在 比如说activity里边 就调用执行了 对不对 里边也不能放任何的这个 业务逻辑 我们要 把层次给它 划分开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 这一层呢 就要单独的在网上做一层封章了 对吧 这时候 我们就 又要新建一层 新建一个包 我们包 这时候应该是什么包啊 对吧 应该是这个business 业务包 对吧 业务这一层 是吧 下面呢我们就 建一层这个业务 好吧 业务层 在这个业务层里边 封装一些业务逻辑 处理对这个数据库表的操作 我们下面新建一层 嗯 嗯 嗯 29 3 2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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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的业务层也有了 这时候要新建一个类 业务类 业务类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在建这个之前 其实我们还应该建一个东西 我说了 先把它建进来 我们的business business这一层啊 也有要封装的 我们最好也建一个base 这base类里边 封装比较简单 我是封装了这个 get content了 但是你现在 现在虽然还 用不到 但是你可能如果感觉到 它这个 以后会有这个 封装的可能的话 你最好提前就把它给封装了 对吧 我们 所以说在这里边 直接封装一个business base里边 现在封装的方法比较简单 我封了这几个 首先一个就是这个get content 因为这个肯定是要传进来的 最后你交通数据库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参数 另外一个我这里边封装了什么呢 封装了这个 get spin 我把这个get spin方法也给封装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来算了 然后 然后 这个get spin方法也要有一个 第一层的这个内容 OK 这个勾动函入 因为我们在业务类里边 也有时候可能会取get screen 获取它这个资源文件里边的字符 或者是格式化字符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 就是直接把它封装好 有可能有机会 用到 这样的话就简化操作 直接调get screen方法就开始 这样的话 这个要是肯定要传进来参数 这个就要 我们把这个方法也碰到你 我估计 下面可能也不用 get screen不是有两个吗 一个是直接获取字符 另外一个 还有格式化字符 对吧 可以根据传进来的资源ID 然后你传进来的那个对象 帮你把字符替换掉 格式化好 对吧 我们这个也直接封装你来了 这算是个处逐吗 对吧 然后放回的是什么呀 放回的是 应该是这个吧 对不对 直接把T给弹进来 这些方法就先给提前封装进来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就提前封装进来 这时候就要往里边封装business这一层的方法 同样呢 其实还是这个登山改查 对吧 这时候就在要在业务上做一层封装了 做什么封装呢 返回也是布尔直 insert user还是增长查感 然后这个model类呢 我来然后就 p 感谢观看